这回呢跟大家聊聊这个XDGPT的一些服务啊 比如说plus服务吧 这个是要收费的 那本身的话收费的话有很多朋友吧 他这个还挑卡片 那么卡片的话 上次我讲过一个虚拟卡的一个服务商 那么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呢你自己去付的时候呢 你还是得付20美金啊一个月啊 那加上虚拟卡的成本的话 其实呢你要应该再 再加一点啊加一点点 呃2%手续费嘛对吧 那如果说你用原版的话 其实呢你要有一定的网络环境啊 那么独立对话 那至少来说的话 这个官方原版的话 你就是一个人用了啊 这个完全没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那如果说随心用啊 这边有个产品是随心用的 那比如说你这个东西的话 你用的不是很频繁 偶尔又用啊 不是说你是高频度的啊 每天都在用啊 那那可能说 我觉得你可以用随心用这个产品更好一些啊 尤其是你针对文字对话的啊 比如说你是专门用来做一个生产力 工具的 那么今天就是专门介绍一下那些套客服务 以及跟大家说这个怎么去便宜购买啊 也不是仅仅这一家啊 这边的话 我开了个账号 然后点击进入服务啊 好 点击进入服务之后呢 我这边开个账号啊 我这账号的话 到这个月底就结束了啊 那么在体验过程中的话 其实呢 你不需要买这个API这个服务啊 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 呃 针对如果说你想做一个德中科啊 如果说你去揭露这个微信公众号 然后呢 你再做 呃销售这个产品去给别人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API服务啊 那不然说我就买这个全能套餐啊 然后呢 你可以看这个XLGBT plus啊 啊 然后也可以使用啊 那么这个的话 它是有价格的 价格的话 它是这边有限制啊 比如说三小时30条啊 那么其实这个价格的话 我对比另外一家的话 其实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那可能的话 有一些厂商的话 啊 供应商它的价格是比较便宜 但是你要看清楚 它是一个小时内可能10条啊 那么不一样 有些时候三个小时只有20条 那么这个产生的这个回答次数是不一样的啊 因为每次回答都是要产生这个算力的嘛 好 我们再看这个cloud服务啊 这个服务的话 其实呢 我一般不太用啊 只是说呢 这个服务的话 其实 呃 一家是谷歌 一家的背后的金主是微软啊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个cloud服务呢 其实呢 可以跟这个XLGBT抗衡啊 那我觉得用一个就就可以了 那么这限制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啊 每小时最多30条对话啊 价格的话 而且贵一点啊 那么很多人的话 可能会 呃 更多时候选择叫的GPT啊 但是呢 有一种什么情况呢 就是很多时候 如果说你要做论文的话 可能会发现这种查虫啊 就是看重复率啊 所以说很多人可能会选择非XLGBT 但是又可以替代XLGBT的服务 比如cloud的这服务啊 最近也挺螺行的 好 那么我继续回到我这个套餐啊 这个全能套餐这边点去使用 然后他这边让我跳转啊 两个啊 先用一个来说啊 这个的话完全完完全全是可以用 任何地方的IP都可以登录啊 不挑IP 因为他这个服务吧 其实就是一个套客的镜像服务 呃相当于你这边在输入对话 他其实背后的话是通过API的形式 呃跟官方原版去对接的啊 那么这边的话你就可以到了啊 然后呢 这边的话是XLGBT的4欧的模型啊 你可以看右上角有模型显示 那你可以看到啊 那么这个的话是他这边写了啊 最佳非常做大部分任务啊 都可以完成是吧 你可以看到啊 那临时聊天的话 其实是专门是给你这个对话 就相当于类似个隐私窗口啊 不会记录对话 你看我的对话啊 其实这个账号吧 你看看镜像 但是我昨天前几天都有对话过啊 那么比如说啊 呃我可以提问他哪些问题呢 嗯前段时间我也跟朋友聊这个刷机啊 比如说我说 嗯我想拥有一台非常容易刷机的手机 要安卓版本的 特别是容易刷机那些啊 不常见的系统啊 例如呃 乌班图的的手机系统 或者lengins也什么系统啊 这个系统我以为我 也不打不出来啊 呃我就问问他吧 因为这东西的话 你如果说你自己找资料的话是比较麻烦的 你要整理是吧 你这个非常麻烦 但是呢 恰恰GPG回答呢 不是非常准确啊 也不是说完完全全准确 你看看他下面说明啊 也可能会犯错啊 那他就列举这些啊 那然后你他列举之后呢 你可以再去找一下啊 那如果说我去问他 有什么安卓手机是可以自己拔插电池的啊 这种的话你找的话是很麻烦啊 就是说我觉得还是问人工资的比较好一点啊 那xcarver对的啊 但是这个手机我不知道了啊 这个摩托16的话 我又不清楚啊 那xcarver的话是确实可以拆卸电池啊 那比较方便 那么比如说啊 我最近买的他手机是这个 呃 摩托罗拉的手机啊 那么下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仪式用两次啊 将在两小时59分后重置 你发现没有 我这个是付费版本啊 付费版本这个回答是非常非常快啊 算力非常快啊 他优先供应给你啊 那么如果说你要想听的话 这边点这个语音播报啊 呃 那么我就问他啊 我有一台摩托机 G858啊 5G手机 因为这手机版本嘛 说实话国内国外是不一样的 我以国外为此为这个更多 因为国外的话这个都是成为G85啊 所以说 嗯 如何自己刷机 这样的话这个他获取的资料会更多 他会自动从这个网络网络上去搜取资料啊 那这边我这个问题啊 我提过一回了啊 所以说呢 他这个的话问题 呃 因为我也怕他回答错误啊 基本上对的啊 但是呢不用这麻烦 他这个是走命令行的模式啊 那你其实有图形化的模式啊 那么我就问他啊 例如我有一台 我有摩托啊 一式手机啊 这个比较手机比较老了啊 嗯 如何可以解锁以及刷机啊 啊 他就出来了啊 呃 因为这种东西的话 你自己找的话比较麻烦啊 说引擎的话 我感觉还不如这个通过人工智能方式 然后再对比啊 然后我可以再问他啊 我有这种的手机是不是很难刷机 哎呀打错字了啊 打错字了的话 你看我打错字了 他还还是能纠正出来啊 啥要暑假还是能纠正出来啊 好吧 这个就演示到这里啊 那么还有的话 付费版本的话 其实你可以让他生成图片啊 比如说我让他你帮我画一个图片啊 嗯 就那个吧 搞个那种成语吧 比如说 嗯 哪以杀死大一头大象吧 好了出来了出来了 不过呢 这个时间等待的话大概是一分钟左右啊 其实你要知道通过文字去生成图片的话 这种算力是非常非常难的啊 我最早最早的时候应该是在去年吧 前年吧 已经就有这种文字生成图片 这种模式了 其实我用过啊 那种本上免费的服务 基本上要好几小时才生生一张图片啊 那付费的服务也要几十分钟啊 你看这个就非常快了 现在算力非常快 嗯 这蚂蚁杀杀杀杀杀杀的这个图片 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好 那么这个服务呢 我介绍了之后呢 那么cloud的服务我就不不演示了啊 那么甚至我还介绍一个网站啊 就是我曾经也说过 就是有一个多媒体的网站 你可以买这个合租会员是吧 合租会员呢 原本的话是租这种啊 奈飞啊 看电影啊 其实这家的话其实也不错啊 那比如说GGB plus服务啊 他就订阅服务嘛 那订阅服务之后呢 这边的话 其实他这边也有国内镜像之链 就跟刚才的服务是一模一样的 那他这边价格是29人民币啊 但是29人民币的话 他限制呢 其实我刚刚说的嘛 就市场价是一样的 6个小时36小时20次是吧 刚才呢是3小时30条 所以说6个小时20次 3小时30条相当多少呢 相当于这边是6小时可以获得60条 相当三倍啊 三倍的话 这边是9.99美元10美元好了 那么等于说相当三倍的话 10美元 那边是名的话 相当于是多少钱呢 呃 其实多人币嘛 71人民币 其实因为这边的话 相当三倍的啊 这边29块钱 我觉得也合合理啊 因为乘以3的话 相当于这边是90块钱了啊 所以说呢 你看你自己这边 呃 没有 没有一个是非常非常贫 如果说你真的用的更少更少的话 你可以用这家啊 那么这家的话 其实还有共享会员啊 独立会员 独立会员就贵了啊 独立会员的话 原本价格是150块人民币20美元嘛 那么你找他们帮忙 把你搞定的话肯定贵啊 那你自己付的话 可以结合上次那个我说的网站啊 你可以自己买张那个那个卡 然后呢 共享会员啊 共享会员给大家看一下啊 共享会员的话是10个人月付的啊 搭拼车的啊 他也能赚钱啊 他这个10个人的话 反正拼车拼车的话这边还好啊 呃 共享会员反正就是相当于这个功能啊 会稍微好一点啊 那么共享会员的话 其实呢 只是说呢 你跟别人共享啊 但是呢 功能的话一点不少 你可以用app啊 但是呢 网络环境要自己配啊 那这次有区别 那么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果说你那个其实手机上都能用啊 国内镜像之连在手机上也是能用 但是它是通过浏览器的 就是只能文字的 不能说临时对话的啊 比如说 他的笔记有个非常牛逼的功能啊 就是可以对话啊 我打开来给他看一下 你好 你好 今天天气怎么样啊 有什么计划吗 帮我推荐一些手机 比如说那些可以拆卸电池的 我自己方便更换电池 而不需要用螺丝刀打开 贝壳 非常麻烦的种 可拆卸电池的智能手机现在比较少见了 不过像三星的Galaxy Xcover系列手机 就有可拆卸电池的信号 比如Galaxy Xcover5 这款手机设计坚固 非常适合需要经常更换电池的人群 呃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 他也可以帮你说这种广东话啊 上海话啊 也可以的啊 你可以讲上海话吗 当然可以了 农乡用上海话聊上 你就用上海话跟我说你们上海有哪些好玩的景点 上海有好多好玩的地方呀 比如外滩 看夜景真是美 南京路步行街可以逛街买东西 还有预言感受一下 他这个没有用上海话啊 其实还是能讲的 那我不继续讲了 你你你你你用上海话跟我讲 好的 我晓得了 我会用上海话给农讲的 那你讲呀 上海还有朱家脚这个股不是 那你用广东话跟我讲吧 好呢 没问题 我用广东话跟你讲 继续讲景点 广州有个好传媒的地方 就是上海 好了好了 不讲了 不讲了 别讲了 别讲了 明白 我会用广东话跟你讲 可以打断他啊 但是不是说完完全就这么智能啊 但是刚才用上海话 我说你用上海话来跟我讲一下上海经典 他没有用上海话啊 好吧 就是跟大家介绍这些啊 就是比较方便 以及这个便宜的方式去 晚转这个加德GPT啊